上星期在北京打车这期视频里面 有一些观众提了一些问题 今天我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到出租车空车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也不是全了解 就是我自己知道的和我推断的 出租车空车只有什么车 什么样的车会打出空车那个绿的小牌子呢 只有那种在北京黄色的出租车 黄色的出租车 他们是属于出租车公司的 这是最老的那个出租车的一种经营的形式 那么其他的网约车 现在新出在各种平台的 什么火箭出行 什么滴滴各种这种平台的网约车 他们都是私家车 所以他那车就跟民用车一样 是完全分辨不出来的 他们完全是靠着网约来去接客人 所以他们不打空车这样的牌子 你也根本看不出来哪些是网约车 我不知道它的牌号上有什么区别 观众可以留言 这种黄色出租车呢 它是打表的 特别是他有的时候他接到招手 路边招手的客人 他一定是打表 打表以后根据那个表来付费 对吧 当他不打表的时候 他把表竖起来就是空车 但是空车呢 不代表他的散发的这个message 说我现在可以接人了 不是 过去是这样 在没有网约车的时代 你看到空车 他就是说他在准备拉人呢 只不过说他们也有聚攒情况 他是不是愿意拉 对吧 他要不想拉 他就不打空车 但是现在的空车 好像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这种黄色的出租车司机呢 他们也是接网单的 这网上的各种平台 他们也接 跟其他的网约车一样 同时呢 他们也可以接路边招手的 因为他路边招手 他有机家器 他可以接这样的单子 网约车司机是接不了的 所以呢 他在空车的时候 他有可能已经接了 网约车的单子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是不需要走表的 他去接人去了 所以他不在女人厅 但是他也有可能呢 他没有网约单的单子 对他来说 只要接到客户 他就挣钱嘛 所以呢 他空车的时候呢 他也在找人 所以呢 现在就判断不清 当你看到一个空车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单子 还是没有单子 所以就是说 有一种可能性 他可能是空车 真的空车 是可以接你的 但很多时候 你发现他不停 可能就是说 他已经接了网约车 他正在奔赴 车里没有人 肯定是 他正在奔赴 那个什么地方 接的网约单子 接另一个客户 所以你说在北京 路边招手 能不能打到车呢 只有这种黄色的出租车司机 不是网约车 而且他在没有网约单子情况 他可能是会接的 有一位网友说 小冬 那我在北京打车 是不是一定得有 中国的手机号 和中国的银行卡 我是这么看的 首先先说 中国的银行卡 不一定 因为他需要电子支付 特别是网约车 你只要有微信支付 或者是支付宝支付 就可以了 但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呢 可以连中国的银行卡 也可以连外国的信用卡 有些朋友就说 他们就是在国外连的 这个外国信用卡 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 就是你要有电子支付 你是不是中国银行的卡 不一定 那么是不是一定需要 中国的手机号呢 最好有 因为呢 我现在不太确定 下载了高德地图以后 他是不是一定要 需要你建立自己的账号 把你的手机号竖进去 我现在都忘了 但是呢 我记得是你在 用高德地图打车的时候 那和出租车司机的交流 是通过我的中国手机号 有时候他 在到了地方 他找不到你 的时候他还打电话来问 他说我已经到了 或者发短信 同时呢 你也可以给他发短信 那么如果你的微信支付 支付宝连接的是 外国的信用卡 然后你没有中国的手机号 这个时候你用的外国的手机号 这个 这我估计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不敢说 肯定不行 但是呢 真的你到中国 我觉得 开银行什么比较麻烦 你又不经常回国的话 买一个中国的SIM卡 是非常简单的事 回头我再做一期 我这回回中国 又重新买了一个SIM卡 很简单的事 而且非常的需要 各个方面都需要 中国的手机号 你买 哪怕说就这一次回国用 也值得买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有的朋友就说到 滴滴出行怎么样 对 我这次视频只谈到高德地图 我这回回国也主要的是用的高德的APP 滴滴出行 这是一个APP 它呢 是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 你就可以找到 这个非常方便 这个和高德地图的那个APP 有什么不同呢 滴滴出行是一个专门的出租车 网约的一个平台 它有它一套的自己的管理方法 对于它招聘的司机 什么样的司机 可以跟它签合约 成为它滴滴出行的平台 它简称咱们都说滴滴 它的全称叫滴滴出行 就在微信小程序里面 这完全可以用 但你在滴滴出行这里面的网约 说只有是滴滴出行 这个平台的网约司机 那滴滴出行和高德地图上的那些平台 是它们有什么关系呢 高德地图这个APP 刚开始主要是指路的 因为中国没有Google 所以它搞这么一个 那么后来呢 据说可能是在 也就是近年来 它又增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打车 它打车呢 实际上它是把一些 网约车的小平台 都放在高德地图这个APP里面 放在它这么一个大平台里 所以在那里面看到 当你一说一按打车 它出现了好多 你看到什么火箭出行 什么拼车 Express 什么什么 有一些名字 这些名字就是那些网约车的小平台的名字 每个平台里面都有它网约的司机 有他们什么自己那个平台的管理办法 据说就这种网约车的平台 很多很大 我不知道有多少 是不是几十种都有 所以高德地图呢 就把就可能是挑选了一些网约车的平台 放在它那平台了 其实高德地图APP自己 它是根本不经营什么网约车的 它只不过把别人的小平台放在它这 所以你看到它的不同和滴滴出行 它自己就是一个相当于火箭出行 什么拼死出行 就这样的那个APP 这种平台 网约车平台 但是滴滴出行 这个平台可能相对那些小平台要大一些 据说呢 我跟他们出车司机聊啊 他们说到滴滴出行这个平台 他们比较规范 他们挑选司机上也比较规范